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画中奇迹》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达文西的蒙诺丽莎 那微笑真神秘 二泛鼓的星夜 旋转的天空让人陶醉 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战争的哀伤跳跃与画布 那么哦,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达文西的蒙诺丽莎 那微笑真神秘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位让无数人微知着迷 让艺术史学家们头疼不已的女士 蒙诺丽莎 她的微笑 那微笑比起揭开宇宙的奥秘 还要让人摸不住头脑 毕竟宇宙至少还有物理定律 而蒙诺丽莎的微笑 却是达文西大师留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谜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达文西是个现代的社交媒体达人 他可能会发个帖子说 刚刚画了个微笑 让大家猜猜他在想什么 锦号神秘微笑锦号猜不透 锦号艺术界的热搜 然后,全世界的网友就会开始疯狂地评论和猜测 这微笑背后的秘密 但现实是 达文西留下了这幅画 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微笑含义的说明 这就像是他故意设下的一个谜题 让后视得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说 这微笑是因为蒙诺丽莎知道一个 只有他和达文西知道的秘密 有人猜测 这是一种因为怀孕而带来的幸福感 当然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达文西大师 对于人物表情描绘的一种高超技巧 科学家们也不甘懦吼 他们用葛仲贤代技术来分析这幅画 试图找到答案 有研究表明 这微笑的秘密可能在于 达文西使用了一种称为Spharmetal的技巧 这种技巧通过模糊轮廓和色彩过度来创造出一种 既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的微笑效果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Photoshop 但达文西可是在5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 当然 除了这些科学分析 还有各种各样的野史和阴谋论 比如 有人说蒙娜丽莎 其实是达文西的男性情人的扮相 这幅画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 但却为这幅画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总之 蒙娜丽莎的微笑就像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题 一个艺术和科学都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 也许 这正是达文西大师的用意 留给世界一个永远的话题 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在欣赏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一丝丝探索未知的快感 所以 下次当你在盯住蒙娜丽莎的微笑发呆时 不妨想想 也许她只是在心里偷笑 因为她知道 即使过了几百年 我们还是被她迷得团团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范古的星夜 旋转的天空让人陶醉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位耳朵有点不完整 但画笔 却无比丰富的荷兰大师 文森特 范古 Wincent Van Gogh 特别是他的那幅让人目不转睛 几乎能引起眩晕的名作 星夜 首先 让我们来点小知识 星夜 这幅画完成于1889年 当时范古住在法国南部的圣保罗精神病院 嗯 你莫听错 这幅画的诞生地是一家精神病院 这或许解释了画中那种狂野的能量和旋转的天空 或许这正是范古内心世界的真实反应 画面中 我们看到一个小镇在夜幕下安静地躺住 而上方的天空却是一场视觉盛宴 那些星星不是静静闪烁 而是在一片蓝色和黄色的漩涡中狂舞 这些星星 它们像是喝醉的香槟 开始在天空中跳起了华尔兹 而月亮 哦 那个月亮 它就像是派对的主角 穿着最亮眼的服装 引领住星星们的舞步 范古的笔触粗广而有力 彭腐它在画布上不是在描绘 而是在雕刻 这些笔触让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 就像是一首视觉交响曲 而且 如果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这些旋转的形态 不仅仅出现在天空中 连远处的山丘和村庄的教堂 塔尖都带着一丝旋转的意味 这让人不禁想问 范古 你当时是在画风景 还是在画你的内心世界 有趣的是 当时的范古并不知道它的星叶 会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事实上 它在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 想想看 如果它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为了一堵 星叶的风采而排队 它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耳朵 是值得牺牲的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视觉器官 它还是范古对宇宙 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深刻沉思 每次我们凝视住那些旋转的星星 我们都在与范古的灵魂 进行一次无言的对话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星叶时 不妨想想 这不只是一幅画 这是一个人 对于生命 美和宇宙无尽奥秘的赞歌 现在 如果你们允许 我要去找一个旋转的椅子 坐下来 想象自己被卷入 那个璀璨的星叶之中 不过 别担心 我会保持平衡 不会让自己的耳朵遭遇不幸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战争的哀伤 跳跃于画布 当然 亲爱的艺术爱好者们 让我们一起潜入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这幅描绘战争悲剧的剧作 就像是一场 视觉上的摇滚演唱会 只不过主唱是悲伤 而其他手是绝望 首先 让我们设定一下背景 想象一下 是1937年 西班牙内战 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毕加索 这位艺术界的摇滚巨星 正在法国的工作室里 突然接到了一个订单 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 西班牙管创作一幅壁画 当时 他可能正忙着画 一些圆圆的小丑 或是和平的鸽子 但命运却给了他一个转机 1937年4月26日 纳粹德国的空军支援 弗朗格的军队 对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 进行了无情的轰炸 这场轰炸造成 无辜平民的大量伤亡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 一样炸开了毕加索的心门 激发了他创作 格尔尼卡的灵感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幅画 它是一幅巨大的黑白画作 尺寸大概是一辆 小巴士那么长 毕加索用了 它的立体 主义技巧 将悲伤和痛苦拆解 再重新组合 画中没有一个角色 是在微笑的 除非你把惊恐的表情 当作微笑 那我们可能需要 谈谈你的幽默感 画面中央 有一匹受伤的马 它的私叫 几乎能从画部上传出来 马的旁边 是一头死去的士兵 手中的破碎剑像 指住抵抗的失败 而在画面的上方 一盏灯照亮了这场悲剧 就像是上帝在看住这一切 或者更糟 它可能只是 一盏无情的轰炸机的探照灯 这幅画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当你站在他面前时 你几乎能听到 轰炸机的轰鸣 和人们的尖叫 毕加索用他的画笔 不仅捕捉了战争的残酷 还捕捉了人类对和平的渴望 格尔尼卡 不仅是一幅画 它是一个警钟 提醒我们 战争的后果是多么惨烈 毕加索可能没有穿着皮裤 在舞台上跳跃 但他的画笔 在画布上跳跃 创造出一首视觉的摇滚乐章 让人心碎 而又无法忘怀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格尔尼卡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一幅画 这是毕加索对战争的怒吼 是他用艺术的方式 对暴行说不 而我们 作为观众 应该给予他最深的尊重 同时也不忘那些 在战争中 失去生命的人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当然 这些只是我的观点 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于这些艺术作品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如何解读 蒙诺丽莎的微笑 你们觉得 范骨的心业代表了什么 你们对于毕加索的 格尔尼卡有什么感受 无论你们的想法如何 艺术总是一个 可以引起无尽讨论 和探索的主题 在这个充满科技 和快节奏的世界中 艺术是我们放松身心 反思和感受的一种方式 所以 让我们一起享受 这些美妙的艺术作品 带给我们的乐趣 和启迪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 六博士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